那劍行特大這邊的先發舞人 史密斯 劉承勳 蔡成岡 雄偉跟孫奇森 而台灣師大這邊則是劉律師 曾信舞王 嘉昌 林薇凱跟魏彭禾 滋落低谷 對 這樣一個火鍋 但是是個goaltending 認為蔡成岡在 有碰到籃板 對啦 確實 更正一下 台師大的進攻 階段讓他的一個出賽時間增多 那其實也有好的表現 台師大從上有四個前鋒 擺上大概身高大概190公分以上的球 鞏固進去 最後一刻 這一個球還是順利的拿得進去 這是王家昌的 少了一陣 直接欠缺下來 這一個三分球最後是投進了 曾信 十五期做個人單打 解放是有過來一個小拋頭 哇 在附賽階段是露奇的這個小 手感 尤其轉身過來之後 左手右手的這種拋頭 高中時候最後一年他們三個人 是沒有打進四場 來到健行之後 我們現在才大二也已經成為球 威風和外線的三分球 喔 今天手感火燙喔 喔 耶 宇宙正大的一個環節 是 當然以去年的一個冠軍賽來講 就是三分球的動作 就是外線三分投進的狀況 籠罩在他們身上 我覺得後續還是 強勢的把這個比賽給逆走 這個球給到籃底下的林欣翔 也會影響他上半場的剩餘出場時間 對 哇 蔡神剛是今天外線三分最準的球員 來 前面是三打一 林欣翔直接上籃得手 身高又夠高可以來打進去 而且外圍又是高砲 蔡偉傑外圍三分球來了 大家如果記得 在之前泰山高中時期 孫其森兩把一中 哇 直接給到劉律師了 籃底下空掉了 哇 這一球見景是他防守 就是我們律師 給進去 防守的轉換之後 還給林欣翔轉進去 換了這組陣容之 蔡神剛 中距離的跳投 哇 這是個拼射號 今天蔡神剛手感真的 他連續四年入 進入四強的紀錄 喔 潘偉傑有一顆就有第二顆 裁判還有響哨 這邊自己假手啊 對應該是再吹 籃下阿比柱拉開 是 底腳劉承勳的外線三分九近 這個三分開始感染到每一位球員 但是 是否是這麼好的攻擊位置 哇 轉身之後十路其實是以大失小 欸 高中的時候他看起來 還像是個有面框功能的內線球員 四號 嗯 但是到了大學這幾年的成長 他幾乎 孫其森打得非常的堅決 他的速度已經是加到了100% 帳面上他身高是包170公分 看起來可能還有黃豹的可能 不過這一次的分球做得相當的出色 籃板球劉承勳再拿回來之後要到兩分 成熟的劉承勳現在在大學間 外圍三分嘗試 劉承勳的三分進了 劉承勳過往曾打過輔大 他也是泰山高中的成員 好 外線的三分球魏鵬河投進了 補頂灘韋傑三分球進 灘韋傑三個的三分九分進帳 看起來是李比虹教練要來 但高經緯也非常的正氣 下半場的比賽 是盧錫先進攻籃板 再用小拋頭 拿下了下半場的第一個field goal 劉承勳在林心翔的阻擋之下 投進了這一個三分球 孫其森小拋車來了 第四節還好有孫其森 當然還有潘韋傑 這兩位的球員 許密斯也上場 孫其森的中距離跳投油 哇 許宏偉 結果就是罰球線穩穩的命中 今天的第一個field goal 終於拿到手 對 拉開空間是他兩秒了 直接把他三分進 對 再給到劉承勳 壓進來之後被自己的隊友擋到 許宏偉 代步的中距離 還是打到最後一秒鐘 非常有耐心 這個劍勤科大孟主教練不想要把外籍聲拉上來 就是因為會變 這一球 蔡成剛操走 直接代步的小拋頭 投進 蔡成剛的攻擊 壓進來 傳出來之後 尹其倫 三分九十手 進 劉托勳教練 再跟裁判抗議 剛剛王阿昌背後 切進來 再分球之後 給到林維凱外線的三分進 超斜 潘瑋傑 蔡成剛輕輕鬆鬆 來 魏彭和 切進來之後 代步的小拋頭有了 魏彭和 換上場先做出貢獻了 過後其實也都還有時間來追 華家昌在籃底下 打得夠果斷堅決 先拿著一個傳道 然後底腳露了劉律士 三分九彈進去了 連打五分 只能說令人緊張 好 這一下孫綺森撿到 孫綺森 繞開 然後往彈底下 最後呢 是蔡成剛飛的自己 這根棒球場上要做雙殺 結果沒拿好一樣 對 劉承勳 切進來 強勢的上籃 拿到了 這個防守是發生 對而且 又發生 像我剛剛講的 失誤產生 魏彭和現在 要打得夠堅決 換了反框 雙籃還讓球帶有很大的旋轉 我覺得這波進攻又沒有延續下去的感 的樣子 但是剛剛 魏彭和這個攻速轉換做得非常好 這個後車鋪吃後 劉承勳 對 劉承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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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來了 劉承勳 回來了 十五分的進場 外線三分球 在第四節 投進了兩顆 讓台師 啊 喊出暫停 真的是一籃一網子 消避上 你看剛剛四分 五號的潘彥凱 找到夾擊之後 球場給到對手 然後再前面 劉承勳輕鬆的上籃得分 這是奧偉傑的助攻 最後的十七秒鐘 哇 孫其生又抄劫回來 十五期 就把這場比賽給打下